代表近100所大学的加拿大大学联合会发出警告 称联邦对国际学生人数的限制将导致学生人数减少45%以上 该联合会负责人加布里·埃尔米勒表示 实际下降幅度可能比预期更严重 联邦需立即应对 移民部长马克·米勒实施的新上线旨在缓解住房和就医压力 但已导致学费收入减少 学校面临预算困境 预计10月发布的统计数据将皆是更准确的影响 各省大学对此表示担忧 特别是那些依赖国际学生的教育机构 BCNDP党领人伊大维在周五于大温哥华地区进行了四场竞选活动 积极推进省选筹备工作 在这些活动中 伊大维向选民阐述了NDP的竞选纲领 并讨论了未来的发展计划 与此同时 BC省保守党仍在完成其候选人名单的确认 尚未进一步展开竞选 此次竞选活动展示了NDP的积极态度和战略布局 也反映了BC保守党在准备阶段的紧张局面 各方的竞选动向正在逐步显现 未即将到来的省选增添了更多悬念 库天新闻为您播报 我们下期再见